我们在正式学习之前 我们要对整本书的架构 要有整体上又有把握 你宏观上又有一个把握 那么我们经常说 A级建造师干什么 你要给别人说黑话 说行话 怎么说 说A级建造师就是搞三控三管一协调的 那么我们这个教材 第二章就是讲的成本控制 第三章讲的进度控制 第四章讲的质量控制 这就是三控三管一协调当中的 三控的内容 控制啥呢 控制成本控制进度控制质量 这就是三控 正好是A章的内容对应一个小内容 然后还有个三管 那三管第五章讲安全管理 第六章讲合同管理 第七章讲信息管理 这就是我们的三管内容 三控三管 还有一个组织协调在哪呢 对了在第一章 A组织一协调 那么第一章就讲组织论 和我们管理的基本思想 基本方法 那么这是我们整本建制工程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这门课 它整本书的架构 我们管理课程 在我们四门课当中 它是一个基础 它为什么是一个基础 因为我们整个建造师来讲 也就是做这些内容 你建造师干的活 也就是三控三管 一协调 而且这个三控三管一协调 恰好是每一章对应一个内容 每一章的内容当中 它的这个重点是不一样的 它的分值的含 这个分布也是不一样 那么在我们学习每一章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同学们 我们在这所有章节当中 这个第一章是重中之重 它是所有内容的基础 因为它是涉及到组织论 和我们管理理念 管理思想 管理一些理论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好我们来看第一章 第一章就是讲我们组织与管理 刚才说了 它这一章是在所有七章当中 它最终了 那么去年来讲 它的分值稍微有所下降 但是它分值下降了 并不代表这门课 在这个门课当中地位下降 没有 那么第一章 它仍然是我们 整个一个教材的基础 它是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 它最为重要 那么预计 预计2021年 这个分数会涨上来 会涨上来 会回到25分左右 我们先看第一节 这也是工程管理内涵与任务 那么这个地方 跟我们前面所讲 这个教材的题目 它不一样 教材题目讲项目管理 而这儿有一个工程管理 它俩含义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们来看 那我们来看 首先这一节呢 第一节来讲 第一章第一节来讲 每年都一分 雷打不动 每年都一分 而且这一分呢 它的重点内容 就两个方面 要么考工程管理内涵 要么考工程管理的任务 我们2020年就考了工程管理的任务 你告诉我2021年考什么 那么每年它这个两个重点 就是穿插来交替 交替出题 交替出题 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 要把这个重点放在工程管理内涵上来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 就是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全寿命这个词啊 是来自于生物学 就是人有全寿命 对吧 生物有一个动物有全寿命 而我们作为一个建筑工程来讲 它也把它迁移过来 也有全寿命 这个全寿命 从总体上来讲 分为三大阶段 决策阶段 实时阶段和使用阶段 这叫就是从生生到他死 这叫全寿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个决策阶段 还有一个实时阶段 还有一个使用阶段 哦 这相当于一个人一样 它可以分为 婴儿阶段 幼儿阶段 或者说青少年阶段 还有一个中年阶段 以及老年阶段 分为这么几个阶段而已 我们作为一个项目来讲 它分为三大阶段 它没有分那么多 它就三大阶段 有一个决策 决策阶段 它主要是看你这个项目 要不要上马 要不要上 如果上了 那么有后面的阶段 如果这个项目 说决定不上了 那么就没有后面这个阶段 而实时阶段 这是我们这个整本教材的 当中的重中之中 我们整本教材 就围绕着实时阶段来展开的 这叫项目管理 就是把这个建设过程 这叫什么 实时阶段 这个实时就是把我们的 决策阶段的 决策的任务 给它变成一个工程实体的过程 这叫实时阶段 使用阶段 是你这个工程建好了 投入使用了 这叫使用阶段 包括到最后拆除 好 我们分为三大阶段 那么决策阶段 我们给它起个小名字 那另外一个起个名 叫开发管理 而我们实时阶段 起个名叫项目管理 实用阶段 我们起个小名叫设施管理 这个开发管理 项目管理 加设施管理 这三大阶段都加起来 这才叫什么 工程管理 原来工程管理的概念是很大的 工程管理包括了决策阶段 实时阶段和实用阶段 而项目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 只是指工程管理当中的哪个阶段 实时阶段 好 第一个考点就要清楚 我们说工程管理 是包括了开发管理 项目管理和设施管理 工程管理的概念大 项目管理的概念小 它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我们第一章PVT 要求同学们只用知道的是 就是在分为三大阶段 那分为哪三大阶段 你就是知道就行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我们再仔细阐数 首先一个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全寿命 一个项目的全寿命 分为三大阶段 决策阶段 实时阶段和使用阶段 那么决策阶段 决策阶段 它有两个具体内容 一个是编制项目建议书 什么项目建议书啊 就是你这个地方的部门 给上级领导部门 承报一个项目建议书 建议你上级领导部门 给你立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这叫项目建议书 比如说某一个大学 某一个大学因为扩招 因为扩招 它的生源不断的增加 那么导致的这个校园 这个人数激增不够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给它的主管部门 你比如说教育部 给教育部打一个报告 就是编制项目建议书 给教育部打一个项目建议书 也就是教育部啊 你看我是你的直属高校 我这个校园 随着扩招的需要 我这个校园也就不够用了 你能不能给我建一个新校区 这就是项目建议书 教育部接到这个建议书之后 马上再给这个大学又回复一个 我同意你建那个 我也觉得你这个项目建议书很好 我也想给你建一个 但是你要回答我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 你这个校园在哪建 在北京建 在上海建 在深圳建 在哪建 第二个 由谁建 第三个 迁从哪来 第三个 建多大规模 第四个 多长时间建法 你要给我编一个什么 可行性研究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这个大学 收到这个指定之后 马上就组织专家编制 可行性研究报告 就回答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问题 在哪建 由谁建 迁从哪来 三大目标是什么 编制这个可行性研究报告 被批准的这一颗KS 那么我们决策阶段就结束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项目建议数字 或者是可行性研究报 没有被批准 那你这个 还有后面的内容 就没有了 就胎死腐中了 就没有了 好 我们决策阶段 它的主要任务是项目的定义 什么叫项目定义 就刚才我说的 确定 由谁建 在哪建 前从哪来 三大目标是什么 好 如果这个项目被立项了 可行性研究报告 被批准了 那就标志这个项目被立项了 那么这个时候才进入 实施阶段 这个就是盖房子阶段 这是我们所说的实施阶段 那么实施阶段并不会上来 也并不是说就是上来 马上就要建房子 那么它分为这么 第一个设计准备阶段 设计准备阶段是建设单位编制的 设计准备阶段是 他说老师设计准备阶段 怎么建设单位干的 就是业主方干的事 业主方给编制一个设计任务书 给设计任务书 给谁呢 给设计院 给设计公司 就给设计公司一个设计任务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校园 请你按照我的要求来建 这就是编制设计任务书 那么设计公司拿到这个设计任务书之后 才进行初步设计 技术设计 施工图设计 就说白了 就是这个画图 画完图了之后 建设单位才去找施工单位 去进行施工 施工完了 到了马上就要投入使用了 动用前准备去了 动用前准备 当然包括了这个 竣工验收 包括竣工验收 一直到保修期结束 请同学们注意 一直到保修期结束 我们整个实施阶段才结束 那么往下面是投入使用阶段 好 决策阶段 它的主要任务是项目定义 实施阶段 主要任务是目标的控制 因为你前面过定的目标 我实施阶段是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是为了目标的控制 那么使用阶段 就是说白了 是这个建设工程 建好投入使用 那么这个地方 虽然是第二节的内容 但是这个图至关重要 我们要求同学们在这 就要掌握到 那么我们接着就做题 赵老师的课程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前面讲这点 马上接着就做题 必须要做题 那么我们这个学习 就是建造师的学习 它是一个考试 它是一个过关型的考试 对于同学们来讲 什么最重要 就分数是最重要 你别管这个素质教育 不素质教育 赵老师课 不是搞素质教育 就是搞硬式教育 就是拿分数的 你上我的课 就是为了过考试了 赵老师也不会为了搞你其他 就是为了搞分数 分分分 学生的命格 我们说到最后 以拿分数为讲话 对吧 赵老师最务实的一个人 来我们来看 全寿命周期包括哪些 我们说全寿命 全寿命 那就包括三大阶段 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和实用阶段 你看 决策阶段 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 还有个什么 实用阶段 那答案就出来 这里面 你为什么不能选 可行性研究啊 因为A和B的 可行性研究 只是我们 决策阶段当中的 一个部分的内容 一个工作 然后设计阶段 实用阶段 这些通通都属于 实施阶段的一个内容 还有保修期 保修阶段 保修阶段也是属于 实施阶段的 所以这一期 正决答案选 第一 那么我们说 首先你要掌握 全寿命周期 包括哪些内容 三大阶段 决策 实施和实用 这种题目 这种题目 是要求同学们 是在上课堂中 作为练习用的 作为理解用的 我们刚才说了 决策阶段 主要任务是 项目定义 那么这个地方 要同学们注意了 什么是项目定义 所谓的 对什么什么的定义 那实际上 就是对这个项目 进行定义 怎么一个定义啊 就是定义它 确定项目的 实施的组织 组织呢 不就是由谁吗 这个项目由谁去干 谁 另外一个 确定和落实项目的建设地点 在哪建 第三个 确定建设的目的任务 和原则 思想 另外一个 你确定建设的资金 前从哪来 还有确定三大目标 投资目标 进度目标 和质量目标 请同学们注意 这里面说建设项目的 这些决策阶段 它只能是投资目标 没有成本目标 就是投资目标 另外一个进度目标 还有一个质量目标 而且这个进度目标 是整个项目的 总进度目标 因为是决策阶段 好 这就是项目定义 你不用死尽应备 你想想 你作为一个大学校长 你给这个教育部部长汇报 我要建一个新校区 那不上来就 接着就要问你吗 部长就要问你 这几件事吗 你这个学校校园 由谁建 是你自己建 还是你地方人民政府给你建 第二个 在哪建 在深圳 在上海 在美国 在日本 对吧 还有一个 到底在哪建 对吧 另外一个 你建设的目的 任务和思想 原则是什么 另外一个 钱从哪来 是地方人民政府给你 还是我教育部 划给你 还是你自己去贷款 还是你是通过社会校友 来投资 另外一个 你三大目标是什么 投资目标 建多大规模 花多少亿 花200亿 还是花两个亿 对吧 另外一个进度目标 是建三年 五年 十年 还建个一百年 另外一个 这张目标是什么 好 这是决策的所谓的定义 定义原来就是 在哪建 由谁建 钱从哪来 三大目标是什么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个 二级 去年刚考过的一个题目 项目决策期 管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首先一个决策期 那决策期 它主要任务 进行项目的定义 怎么一个项目定义啊 就是 在哪建 由谁建 钱从哪来 三大目标是什么 那你决策期的主要任务 就是项目的定义吗 答案就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一级建设师 还要学二级的考试题目 因为出题的都是一伙的 一个团伙的人 对吧 那当然你要知道 这些人 他们都有延续性 所以这一期 对于我们一级来讲 也是至关重要 好 正确答案就学 这是第一个考点 你要知道 我们有三大阶段 三大阶段 有包括哪些内容 这一期间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 就是工程管理 各阶段的内涵 刚才说了 我们分为三大阶段 工程管理 它是包括了三大阶段 怎么一个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包括决策 实施和使用 决策阶段 我们又给它起个小名字 叫开发管理 怎么开发管理 确定项目建议书 确定可行研究报告 而到了实施阶段 才叫项目管理 同学们 你脑子清醒一点吧 工程管理 这包括了什么 开发管理 项目管理和设施管理 我们教材 叫工程项目管理 只是指哪一个阶段 我们教材 只是指这个项目管理 只是指实施阶段 然后实用阶段 叫设施管理 啥叫设施管理 你这个实施阶段 把这个工程建成了 投入实用了 这个时候 就是进行设施管理 什么设施管理 就是对这个楼进行管理 那么我们说 这样的话 三大阶段加起来 这才叫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的内涵 是比较大的 而项目管理内涵 是比较小的 工程管理包括了项目管理 另外一个 每一个阶段 它参与方不一样 我们先在这儿 就有一个快速的了解就行 我们说有投资方 开发方 还有业主方 建设单位等等 那么我们在 对于我们一级建筑师来讲 你要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 所谓的投资方 开发方 有没有区别 有 但是 你不用纠结这个事情 你就把投资方 开发方 业主方 建设单位 通通过认为是溢价 就可以了 设计方 就是说白了 给你画图的 施工方 就说白了 是把图纸转化成 工程实体的 给你干活的 然后供货方 说白了 是给你供电梯的 供损衣 供沙子 供钢筋 供水泥的 这些人 然后一个 使用阶段 使用阶段 就是投入使用 谁用的 那么他们每个人 每一方 那么参与的阶段 也是不一样 决策实施和使用 那么我们设计方 主要在设计阶段 那么施工方 主要在施工阶段 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还会有 详细的细说 最后一个呢 叫使用阶段 使用阶段 我们说 决策实施和使用 使用阶段 又叫什么 设施管理 好 这个地方是我们 今年 2021年考试中 设施管理 说白了 就是物业管理 就是物业嘛 你投入使用了嘛 就是物业管理 而物业管理 就是物业啊 你就简单理解物业啊 那么物业管理 又分为两个 物业的资产管理 物业的运行管理 咱们通常所说的 你家里边说 电灯泡坏了 要让这个物业 给你换一个电灯泡 水管坏了 要让物业来 过来维修 那么我们经常 所说物业管理 它更注意什么 站在业主 这个 站在这个 使用单位 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包括两方面 一个是维修 一个是现代化 但实际上 搞物业的人 都知道 哪个最重要 还运行管理 还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 对物业最重要 是什么 资产管理 那么资产管理 包括第一个 资产嘛 那不就是钱嘛 财务管理 第二个 空间管理 因为空间 就意味着钱 还有一个 用户管理 你想一想啊 如果这一栋大楼 这一栋大楼 是一个写字楼 那么写字楼 你每一个写字楼的空间 那不就是用户吗 那不就是用户吗 那不就是钱吗 还有 对于一个小区 一个住宅小区 它有很多 公共的房屋设施 这些公共的房屋设施 好多地方 它都有物业把持的 都不转交给业主 物业给它租出去 租出去 那可不就是空间吗 把这些空间租出去 那不就属于资产吗 另外用户 租给谁啊 租给用户啊 好 那么这是资产管 对于我们 A级建造师考试而言 我们考试 只要能够区分 什么资产管理 什么运行管理 就可以了 运行管理 包括两方面 有维修 一个现代化 而资产管理 包括财务空间和用户 你只要能够区分 这个就像 这我刚才说了 这是我们2021年 考试重点 考试重点 那么2018年 2016年 都在这考了 他说根据国际设施管理协会的设施管理定义 下列管理事项当中属于物业运行管理 好 我们设施管理分为两方面 一个是物业的运行管理 另外物业的资产管理 那么运行管理包括两方面 一个是我们的维修 一个是现代化 而剩下了 是用户啊 空间啊 财务啊 这些通通都属于资产管理 那么说维修就是 维修就是 你这个ACD ACD 它通通都属于资产管理内容 就物业更为重视的 一个是财务 一个是空间 一个是用户 你只要能够区分 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别 这题目就能做得对 那么这一题正确答案选必 好 我刚才强调过了 这个题对于我们 2021年的备考来讲 至关重要 至关重要 好 这是这一题 第三个指点呢 是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的任务啊 我们刚才说了 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 它不是一回事 工程管理包括了 决策实施和使用 而我们项目管理 只是指实施阶段 那么工程管理 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其核心任务是为了建设和使用增值 反正都是增值 都是增值 它包括了建设增值和使用增值 好 我们在这儿要做一个区分 做一个什么区分呢 做一个工程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 或者又叫项目管理 二者之间的区分 工程管理它内涵是大的 因为工程管理包括三大阶段 包括了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 而我们决策阶段 它又叫开发管理 实施阶段才叫项目管理 使用阶段又刚才说了 叫设施管理 又叫物业管理 设施管理 而我们项目管理 它的范围是很小 它仅是指 我们工程管理当中的什么 实施阶段 工程管理这么长 项目管理什么 那么他们的任务也不一样 工程管理它核心任务是为了建设和使用的增值 核心的字叫增值 而项目管理它叫目标控制 目标控制 好 这是两个管理 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 它不是一回事 有的同学说 你搞什么的 我是搞工程管理的 有的同学说 我搞项目管理 你这两个不一样的 你说你是搞工程管理的 人家都知道 你这站在业主方 你是搞业主的 你说你是项目管理 那人家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施工方还是设计方 他就不清楚了 所以一张嘴 就是说 行家深深守就知有没有 你一张嘴就知道 你到底是会还是不会 到底是行业人士 还是非行业人士 是老白还是小白 是新四军还是老八路 那么这里面 就是工程管理和项目管理 二者之间的差别 要仔细提问一下 我们去年 或者说 今年也要注意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要你区分 工程管理 它不是有两个增值吗 一个是建设增值 一个是使用增值 二者之间的差别 你只要能够区分 什么是建设增值 什么是使用增值 就可以了 这一块不用背啊 兄弟们 你看 这个建设增值 说白了 你这个楼还正在建设过程当中 它还没有建好 那么它包括了建设安全 因为你只有在建工程 你才有建设的安全 提高工程质量 这个工程质量 你这个楼一旦建好了 你的工程质量就这么 就已经确定了 所以它不可能在使用阶段 还有这个建设质量的管理 你这个质量一旦建成 你这个质量就就义了 另外一个有利于投资的控制 你这个楼都建成了 你这个投资就结束了 还有一个有利于进度 施工进度的控制 你进度控制也是属于建设增值 好 这是这个建设增值 建设增值的一个很主要 显著的特征就在于 这个楼还没建好 而使用增值 使用增值 这个楼 这个建设工程已经投入使用了 包括使用安全 使用过程当中的安全 另外一个有利于环保 有利于节能 因为我们在真正这个建设工程 运行的过程当中 才涉及到节能与什么 环保 节能与环保 另外一个使用功能 还有一个运营成本 你怎么样运营啊 这个楼 这个写字楼在投入运行过程当中 才有运行的成本 另外一个工程的维护 你这个楼都已经维护了 早就说明建成了 好 我们让你区分 哪些是建设增值 哪些是使用增值 很简单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在于 这个楼 你要判断这个楼 已经投入使用没有 如果 它正在建 那就是建设增值 如果它已经投入使用了 这就要使用增值 所以我们项目管理这门课 绝对不是背出来 而是要理解出来 那么我们 往年的年份的初题 就在讲出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去年 那去年 2020年第一题 就考这个 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好 我们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两个增值 一个是建设增值 一个是使用增值 不管怎么样 就是什么 增值 那你这些答案就出来了吗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就是为了增值 那我们再说一遍 工程管理包括三大阶段 决策 实施和使用 这三大阶段 这三大阶段 决策阶段 它主要任务是什么 主要任务是 定义 项目的定义 定义 一个字定义 另外一个实施阶段 它的主要任务是 项目管理 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目标的控制 目标的控制 而使用阶段 那使用阶段 它的是设施管理 设施管理 那么这三大阶段 才叫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为了 整个来 整体上来讲 是为了增值服务 它的增值又分为 建设增值和实用增值 去年考这个题比较简单 那么正确答案选D 2019年 就考得更细致一点 他说 下列建设工程管理的任务当中 属于使用增值的 使用增值 使用增值 你告诉我 这个楼建好没有 已经建好了 已经投入实用了 那些 有利于环保 是不是 这个环保 它是指 使用过程当中的 节能环保 那这个就是使用 B 提高工程质量 工程质量 你这个楼已经建成了 已经投入实用了 你还能提高 它工程质量吗 肯定不能啊 这个工程质量是在哪提升了 在我们建设的过程当中 有利于投资的控制 投资的控制 以这个楼已经建成了 你投资就结束了嘛 所以 我们说 工程质量啊 投资控制啊 还有进度控制 BCD 它都是什么 建设增值 而我们这个题目问的是 使用增值 使用增值就是 正在实施 正在使用 那么只有什么 节能环保 节能环保 那么这一题正确答案选A了 这题正确答案选A 绝对不是背出来了 对吧 再看一个2017年 建设工程管理是一种增值服务 工程管理是增值服务 下列属于工程建设增值的事 建设增值 建设增值 质量是只有在建设过程当中 才能这么确定工程质量 所以B是 C 满足运用户的使用 人家都提目的告诉你 使用使用 这肯定是使用增值的内容 D 有利于工程的维护 工程都开始坏掉了 那说明怎么 已经开始 你早就投入使用了 对吧 这也是什么 使用功能 那么这一题正确答案 就选B了 答案选B 2017 2019 考题不是受EZ吗 对不对 2015年这个题 关于建设工程管理 内涵的说法正确实 我们说这里边 一看到工程管理 马上就要想到 工程管理 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它包括了决策实施和使用 它包括了 这个项目的定义 开发管理 又包括了 我们说这个 这个项目管理 还包括了设施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和设施管理 即为工程管理 这就错了 为什么错 工程管理 它包括了三个管理 一个是决策阶段 开发管理 还有一个实施阶段 项目管理 还有一个使用阶段 设施管理 它是不是说 把人家那个决策阶段 给落掉了 它说 如果它说工程管理 包括项目管理 和设施管理 这是对的 但是它说 项目管理和设施管理 即为工程管理 那就错了 你不能说 一个人的一生 它说 人的一生 包括了青年阶段 和少年阶段 对不对 对 你不能说 青年阶段和少年阶段 即是人的一生 那肯定是错了 反过来说就错了 B 建设工程管理 不涉及项目使用期的 管理方对工程管理 那么我们说 我们说项目实施 使用期 有没有包括的工程管理 包括了吗 这个B也错了 C 建设工程管理 是对建设工程的 行政事务管理 我们说建设工程管理 它不单有行政事务管理 它还包括了什么 开发 项目管理 使用等等 它这个C 也是把这个范围缩小 D 建设工程管理 是一种增值服务 哇 对不对 当然对啊 包括增值 包括拿增值 建设增值和使用增值 2015年这个题 跟2020年的题 不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这一题正确答案选D 好 这个解析的内容 咱们就不再看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 2020年的题目 包括2014年的题目 也都有 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就是为了什么 建设和使用的增值 这个题目相对重复的 当然这个 11年14年 也都是这样考的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这一题 正确答案选D 讲到这了 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就讲完 你刚开始学 你觉得会难 但实际上 我们再总结一下 你就会发现 So easy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 包括三个阶段 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 每一个阶段 就全寿命 工程管理的全寿命 是包括三大阶段 工程管理的全寿命 决策阶段又叫开发管理 实施阶段又叫项目管理 使用阶段又叫设施管理 这三大阶段加起来 才叫什么 工程管理 而我们这个设施管理 设施管理 那么它又分为 物业的资产管理和运行管理 让你区分 什么是资产管理 什么运行管理 运行管理 无外乎两个方面 一个是现代化 一个是维修 而资产管理 往往就跟钱相关的 包括它的财务 包括它的空间 包括它的用户 好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说 工程管理 它的核心任务 是为了建设和使用增值 你要能够判断 哪些是建设增值 哪些是使用增值 那么建设增值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这个建筑工程 还没有建好 而使用增值 它的这个点在哪 它的核心在哪 这个工程已经投入使用了 那么这个很容易就区分 使用安全 包括节能 环保 使用功能 降低运营成本 还有工程的维护 那么这一节 核心的点就在了 但是这一节 是我们其他章节的基础 你要知道这三大阶段 他们各自的任务 决策阶段 主要是开发管理 主要进行项目的定义 进行项目的定义 它的主要任务是项目的定义 项目管理 就是实施阶段 它的主要任务是目标的控制 而使用阶段 就是设施管理 工程管理 它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目标的控制 这三大阶段 加节的才叫什么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 好 我们这节相关内容 就这么多 捏吧捏吧 也就这些内容 最后呢 给同学们灌点毒药 这个毒药很重要的 我告诉你们 上赵老师的课 最主要 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士气的问题 就是你思想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碗毒药 热腾腾的端上来 被成败论英雄 这句话经常听到 我告诉你 这句话你也能信 简直了 生活是只认成败 现实上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了 我们承担不起失败了 好 我们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